哦 不 该走哪条路呢 队长 我建议咱们用海盗的方式决定吧 妈咪妈咪妈咪哄 抓住海盗脚趾头 他敢出声就放手 妈咪妈咪妈咪哄 那就走这边了 这地方太像个迷宫了 队长 有这根引脑绳真好 这样咱们就能找到出去的路了 没错 尤其我们现在已经走得很深了 但谢灵通在哪儿 伙计们 我还以为应该已经找到他了 听起来不太妙 绳子 你们刚才一直在跟着我 当然了 我们洞穴里很少有客人 所以 我们想知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说过了 我是来探险的 现在你已经走到这么深了 那你打算怎么出去呢 我没想到这点 确实可能需要您帮一下忙 可以吗 你怎么知道我能帮你呢 因为你是蒋族动物 你一辈子都在深海的黑暗洞穴里游来游去 这你说对了 而且你拥有着特别灵敏的嗅觉 又说对了 你确实对蒋族动物略知一二 等一下 我闻到了其他东西的味道 我闻到了更多客人的味道 有三个人 我们得尽快找到谢灵通 要不这些手电筒就该没电了 但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我们得沿原路返回 这边 什么声音 海底小松队 谢灵通 你还好吧 我没事 我刚才发现了一大群蒋族动物 你好 你好 那么你们肯定也迷路了 跟你朋友一样 恐怕是这样 我们转的弯好像都不对 这回我们永远也出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这儿太黑了 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我们是盲人 盲人 可那你怎么认路呢 和其他蒋族动物一样 我们用其他的感官 嗅觉 触觉 清觉